以下节目含粗言谓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欢迎收看 虚择都没吃 好,大明 好,这个是一五里 终于买菜 身体健康 龙马精神 最重要是平安大家 拍影片说什么呢 我终于找到 很像样,很英俊 非常有水晶的淮山鸡渣 今天第三条 淮山鸡渣的原型就是这样的 真是一块华山鸡渣 我之前在这里 我签身了亚一海景饭 跟富丁饭没关系 亚一海景饭 然后有一条片烧烤的 西九气中心的本乐中菜 为什么我叫了那里的华山鸡渣 他说有,那我就叫 为什么他拿一块华山烧烤 拿一块华山鸡渣 就算了 为什么呢 其实我是一个鸡渣的粉丝 我任何去亲喝茶 是什么鸡渣都难 是,有些木头鸡渣 又可以,普通鸡渣 最怕的呢 那些淮山鸡渣 就是硬了 会断了,卷不住了 甚至有些好像 用药材保汁的淮山鸡渣 浸泡了之后塞进去给你的 对,没错 首先呢 要讲一下 要做到这一块华山鸡渣 首先要说华山鸡渣 要很长 要很阔 要摸太薄 要摸太薄 如果你是0.1的话 一扭就断了 那些叫光本鸡渣 没错 所以呢 阿达原来是鸡渣粉丝 我节目里面呢 有个叫鸡渣哥的人 那他因为鸡渣里面 放了一块芋头 他表人很好 因为他去喝茶 他什么都知道 阿里和鸡渣那些人 他是我的观众 所以如果鸡渣哥 你看到这条片呢 我告诉你 这里哪里呢 大围 大围小管 我怕老婆 今天我们整班手足 就来屯拜喝茶 还有 简sir的名区 玩具大华都有来 那我们一起屯拜喝茶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淮山鸡渣 我先拿一类 我记得是滚鸡渣 他叫鸡渣 接着来鸡渣 我再叫多一个类 这是第三类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 想找淮山鸡渣吃的话 大围小管 这个真是第一 你看到 不用我说了 精神 而且鸡渣是不能放芋头的 放芋头是做一堆家鸡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